瑞瑞湘富原村 阿多兰部落灌溉水浸尾端 和社区排水沟交汇处 因为水浸沟低 无法衔接社区的排水沟 而经常造成了水患 尤其只要一下雨 浸沟的水无处宣泄 会漫流到附近的三四户民宅之内 屋里的家具会全泡水 民众是苦不堪言 村长吴明义和乡代表林玉芬 特别到场来会刊 共同寻求解决之道 透过地图比对 村长吴明义 向代表林玉芬与县政府人员 在这条竣沟上讨论交换意见 发现问题进而找出最有利的方式 来解决居民常年饱受水患之苦的问题 这水要能够排出去 除非就是完全不往它地车 但是这边都要打掉 因为我看地界线 当时应该是一员的 这个都很近 如果是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你们不认识 沦水乡赴明村阿多兰部落第五陵灌溉水浸 与社区排水沟交汇处 大水汇流到此区便无路宣泄 进而漫流到附近民宅造成淹水 村长吴明义也特别像 乡代表诚勤反应 期盼能尽数来改善 这边这个地方是排水都不良的 所以这几户居民还有两三户 他们都在提出意见了 所以是很积极地在处理这个事情 现在因为它这个主人 可能目前来都还在台北 可能最近我们就要好好找他们协商 把这个排水锅处理好一点 事实上这条五尾浚沟水患问题 受灾库也曾多次向相关单位 承请反应 却都因为土地同意书 未能配合取得而作罢 相代表林玉芬看见住户住家 三番两次泡水家具家当全毁 表示将会全力协助取得土地同意书 让改善工程能早日落实执行 水的流量都流到这里 然后流到这里这个水沟 真的水沟又没有办法 又封住那个水没有办法排进来 这个水沟也很浅很小 没有办法排它的水量 所以整个水是没有办法排出去 完全没有路走 所以我们这个这户人家 就是经常淹水很可怜 家具都泡水 然后再买还是泡水 所以这个是一定 势必一定要解决 明年一定要优先处理的这个案子 我们会希望赶快解决我们民众的一个困扰 附近三四户居民 只要老天爷一下雨 不论大小排水浸沟的水 就会慢流绕成水患 经过村长无名义 相代表林玉芬与县部人员 现场会看后 也即刻列入首要改善项目之一 若土地没有问题 最快也将会在明年度进行改善 记者石玉兰瑞碎采访报道